那个有后台那个朋友就是私信我问我这个发高烧了就是吃什么药啊 首先因为我不是医生啊也不是医护相关的人员啊 我没有这个资格啊也不能去进行这样的建议啊 这本身就是我们说不合法或者不合规的嘛 从个人的体验来说我是没有没有吃任何的药啊没有服用任何的药 当然一方面我也看了一些一些那个别人的一些这个经历嘛 因为这些些网上大大部分都说是没什么大问题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我基本来说也没有特别的因为这好多年了二三十年可能我都没有感冒过 所以基本觉得应该问题也不大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根本现在啊根本 根本买不到这个所谓的退烧药了或者是这个一些什么相关的那个叫106种目录吧 当然1090讲我没有那么对的目录一个一个看啊 但只要你去药店问说有没有退烧的那肯定是没有了 这个目前算不用去问了 怎么说了我也看了一些最近的一些报道啊 其实也不过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啊 嗯还是要怎么说呢 你既不能说觉得他就是一个感冒 我觉得这完全是不是太太客观啊不是特别客观 因为确实他的症状比普通的感冒要要严重比较多啊 最主要他都会至少有 从我个人来说至少是一天一夜的持续的高烧吧 当然每个人因人而异啊 但是这个高烧可能对好多有基础病的这个人士 可能就是会是非常大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说呢如果说对于有基础病这样的相关人员啊 还是要要要当然一方面尽量的避免感染啊 另外一方面的尽早也做好一些相关的预防了什么样的措施吧 嗯 那对于说那个 对于说那个 相对来说我们说平时没有没有什么基础病了这个 那怎么说呢 我也不能说就是大家就是 就把它当感冒 这个好像不负责任 我觉得还是 嗯 当然说也不能特别特别的害怕是吧 觉得就怎么怎么样了 嗯 首先呢我们说心态上要乐观嘛 而来就是 嗯 还是那句话吧 就是提高个人的身体的抵抗力 我觉得这才是也 最终 最终说抵抗病毒的 嗯 一些这个 最终的办法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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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